作为公司的总经理 他一定要懂专业吗 我们自认为有专业 这个人最好知道部门的经理 你不要知道老总 老总就是我们有专业 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成功引入 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我们先把自己放空 然后我们听进去以后 你要注意 合不合我们的文化 我们中华民族 是一个很早熟的民族 现在所发生的现象 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经出现过 你看我们当前就是 大家各执一端 然后每个人都夸耀自己那套很新 就想以边盖拳来 把所有人都变成是他那个模式 其实这种情况 不是很好的现象 路是人走出来的 各有各的道 这才会形成一种多元化 世界上的物种 如果不是多元的 整个地球就要毁灭掉了 天生 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 没有没有用的 包括细菌 你把它整个消灭掉 对人类都是不好的 宇宙一定要保持多元化 才会生生不息 但是这不叫做言论自由 这个跟言论自由是不同的 就是每一个人 他不要认为自己这一套 一定比人家好 一定要把所有人那一贯统统打倒掉 不需要这样 彼此尊重 彼此包容 各取所需 这才是正道 管理哲学的理论 都是人想出来的 你站的立场不一样 你所想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你是家族企业 你就站在家族的立场来想 你是果营企业 你就站在果营的立场来想 它是什么样的股份企业 它会站在股份立场来想 这不一样的东西 我今天很坦白讲 为什么大家讲的话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已 没有什么了不起事 那既然立场不同 你干嘛要求每个人 看法跟你都一样 没有必要 我们要的是大同 不是一同 你看孔子当年的主张 只有世界大同 没有世界一同 世界一同 那人类完蛋 大同下面有两个字 大家一定不能忘记 叫做小异 大同的可贵处 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小异 各有不同 然后叫大同 搞学术研究的人 他多半会重视大同 但是我们真是 从事真正管理的人 我们一直用注意小异 他每家公司都是有很特殊性的地方 你不能完全把别人那套全搬过来 那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来想想 庄子当年有一篇文章叫做奇物论 那为什么会说奇 为什么会奇 本来就不奇 怎么会奇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说 道它本来是整全的 它是没有分界的 但是你长出来以后 变成现实面的时候 它一定有分界 它怎么没有分界 你看宇宙是能量场 这大家都知道 能量是一整片 可是当能量进入这个机械的时候 它是一部分进去 它不可能全世界的能量通通进去 那个机械也受不了 所以一旦开始有用的时候 它是部分的表现 它不可能整体都在动 它不可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本来是奇的 但是一出现 变成很具体的时候 它就不奇了 那不奇怎么办 不奇我们还是尽量地求其奇 是这个意思而已 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要太勉强 尽量去做就好了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都是要求百分百 我们都要求十分正确 其实这个人有一天会崩溃掉 会崩溃掉 就是你往某一个方向 很偏地去追求的时候 它是无底洞 它永远是无底洞 你看你向前走也是无限的 向后走还是无限的 我们的文化不向前走 也不向后退 我们文化是就地提升 不断地提升 这个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左就有右 有前就有后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中途 就是就地你不断地提升 你不要跟别人比 你跟别人比干什么 你跟自己比就好了 中文老告诉你 你跟自己比 你是每天都有一点点 日有寸进就好 不要日有藏进 日有藏进累死了 你不要要求自己太苛刻 不要给自己标准定太高 所以逼得自己无路可走 你不是虐待自己吗 我再说一遍 中国人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生活 不是为其他的 我们整个的学问就是 生命哲学 生活哲学 你生活不愉快 生活不能如意的话 其他的其实都相对的 没有太大的用处 天下多半是什么 多半像我们的五官一样 你看 鼻子其实他只能够闻味道 他不能做其他事情 但是他一闻 他就认为说这个不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们刚刚吃牛莲的人 大家这怎么能吃 就是鼻子独占天下 后来嘴巴不信邪 吃了以后就蛮好吃的 有很多人看到臭豆腐 他就不敢吃 很多人你慢慢吃 你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不好吃呢 他这个耳朵 鼻子 嘴巴 他们各有专精的功能 但是一定要做整体的卸调 你才是真正的感觉 我想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做一个管理的人 财务也很重要 生产也重要 销售很重要 人事很重要 通通重要 没有一样是特别重要的 这样的观念就对了 你不能强调哪一种 生产最重要 其实你卖不出去等于你 很多很好东西 根本卖不出去 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市场 那你有什么用 只有卖得出去的东西 才叫产品 你卖不出去东西 就叫废物 那叫什么产品 你说我好东西 好东西大家不承认 大家不想买的时候 就是废物 你还要花钱租仓库 你看要不要命 那不用累赘 干脆送给人家 送人家人家也不要 那才惨 所以偏移一样东西 其实都是不好的现象 你看大家懂得财务管理 懂得销售管理 懂得生产管理 懂得人力资源管理 懂得时间管理 懂得情绪管理 但是不懂得管理 这才是当前人 一个很麻烦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不懂管理 为什么 他只懂财务管理 懂得生产的人 你说他就懂得管理吗 没有 他对人力的调配 他也不懂 所以人一头再进去 你变成专家 你变成专业 然后你就顾此事彼 你就一边盖权 这是我们再三提醒 各位的地方 他管理是有整体性 我已经讲过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搞不好 全境都下去 你看人身体很好很好 只要干硬化了就完了 胃很好没有用 脑筋很好也没有用 他一下子把他整个搞垮了 你只要一个环节没有做好 你其他再好也没有用 这叫整全心 我们自认为有专业 这个人最好只当部门的经理 你不要去当老总 老总就是我没有专业 我没有专业 你懂财务 你当财务经理 你懂营销 你当营销经理 我什么都不懂 我当总经理 这个才是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为你懂什么 你就完了 你看一个人跟我讲说 我这个老总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很懂财务 又是财务出身的 我就跟他讲 你的财务经理已经死掉了 第一个你不会尊重他 第二个你会替他做很多事情 然后他在那里就是被你绑死了 他一无所长 可是很危险就是说 你当初的经验 今天还能不能用 今天还能不能用 这才是大问题 因为现场它是不停地在变化的 你当年很行 现在时过境迁 整个环境变了 你还行吗 这才是我们每个人要注意的一点 只要时空一改变 你几乎就是个陌生人 你说我十年前到过杭州 那你现在去 你根本不认识了 你哪里认识 那你当年是杭州专家有什么用 今天的杭州对你是很陌生的 一个人要有通才 什么都懂一点 什么都不是很专精 你来当老总其实才是最好的 可是我们都是从专业出来的 这个糟糕不糟糕 所以要晃 要懂得晃 懂得舍 你来到这个阶段 你就照顾全面 你不能老只哪了一个 那不行 要忘记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要忘记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提出来一个观念 每一个人最要紧的是什么 脑筋搞清楚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我们公司有什么毛病 我说中国人都没有毛病 都很好 只有一个毛病 就是脑筋不清楚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脑筋不清楚 你没办法 你看我们很喜欢学习 可是呢 学来学去把脑袋搞乱掉 你看不学以前还知道怎么做 学完以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这非常可惜的事情 你学那么多干什么 学是很好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 你该学什么 你不该学什么 这个层次要弄去除 你看你现在当了老总 你还去学技术 那都挺奇怪的 你学在干什么 我经常这样讲 一个人名片拿出来 他是电脑中心主任 我就知道 他对电脑已经不太懂了 因为那东西是变化的 那你整天搞那个 你就不可能是好的主任 既然是主任 就是说你们比我懂 所以我当主任 这就对了 你说我比你们懂 那你所带的人都不如你 你这个单位一定垮掉 对不对 你说将军比较会打仗 还是士兵比较会打仗 打到士兵了 因为那种武器不停地更新 那年轻人操作很凝活 那每次打说你们不如我 那将军自己去冲锋 那一定死的 大将就是我在后面下降级 你们去拼命 才叫大将 我去冲 那就全军覆没 应该有这样的概念才对 以身作者是指生活习惯 而不是指寄人 你寄人就完了 我当电脑中心主任 我操作给你们看 你一定不如他们 如果你强过他们 你这个单位就完了 因为技术是越新越好 越年轻越灵活 对不对 你所带的兵都不如你 那就可以还打什么仗 你不要打了 我们各有不同的主张 而且都有相当的道理 而我们偏命又分辨不出来 哪一种好哪一种坏 这些事实各位一定要清楚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你看每个人讲出一套 都是自圆其说 我今天讲很坦白 一个嘴巴一个时候 无法把整全的道理 说得很清楚 无法 你一定是故此就失彼 一定有疏漏的地方 那人家听了 把它当作是整全的 这个人就受害了 所以为什么 你看所有各行各业 都没有说误人子弟 只有老师在误人子弟 各位要想 为什么我们看到老师 就想到误人子弟 我们看到那个工程师 不会想到他在误人子弟 我们看到医生 也不会说他在误人子弟 不会吧 所以我们知道是很尊严的东西 不能乱来 当老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要顾虑到 每一个人的感觉 每一个人的层次 而且你讲话 一偏你很可能就带着很多人 走上便道 走上邪路上面去 就糟糕了 你说读书要认真 你就害死了很多人 因为他已经够认真的 认真到读书度到两点 你还告诉他 读书要认真 然后他就提前就死掉了 就被你一句话就累死了 所以孔子说很认真的 你要告诉他 那么认真干什么 不认真一点比较好 对 叫做进者退子 退者进子 因财施教 那管理是不同的对线 你把每个人看成一样 那你不害死人 你通通在害死人 管理者 你要做到一句话叫做 应时而照道 应时而照道 你看你说 现在这个道路 发达很好 那为什么不早做 早做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说在几百年前 道路就这么发达 有用吗 没有用 那时候连车子都没有 你搞这么大的道路干啥 道是跟石合在一起 此时此地 需要什么样东西才合理 那就叫道 不能说放置世界而皆准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你现在到非洲去 造高速公路 这是干嘛 造出来什么用 我们也不希望把所有的城市 都搞成一模一样 如果所有城市都搞成一面 就没有什么旅游事业 你跑到那边看你家就好了 对不对 一出去就看到全世界 就是泰山只有一个 你才会去 黄山只有一个 你才会去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观念就是说 把全世界东西都集中在一起 那你要把纪念品 哪里都买得到 那就失去意义了 我们应该说 黄山的纪念品 只有黄山才买得到 其他地方买不到 你就去了 哪里都买得到 那你买一个就好了 尤其咱们中国人 造一个像 买在那边 去过了 什么都不知道 中国人只在乎有没有去过 他不在乎 有没有看懂那个东西 他不在乎 外国人进了一个博物馆 他摸半天 这个 排到纯正 搞什么东西 脑筋不清楚 你再明确再具体的管理制度方法 都用得很凌乱 而且显得很模糊 你看同样一句话 听懂的人他就听懂 他觉得很简单明了 听不懂他就怎么听听不懂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再说清楚一点 他就发脾气 讲这么清楚 好像我什么都不懂一样 你把我当小孩子 你看当你讲得清楚 他又很恼火 连这个都讲那么清楚 你把我当傻瓜 我一听就懂了 讲那么多干什么 糟糕不糟糕 你慢慢去体会 人是很矛盾很复杂的 不是很单纯的 不是很理性的 头脑清楚 你再怎么虚 再怎么空洞 他都听懂 我今天必须要说明 什么空啊 无啊 都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 我们现在的概念 无就是没有 无不是没有 空也不是没有 你说真空里面 什么都没有 那才怪 其实宇宙就是一个真空 又一个真空 又一个真空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空不是空无所有 而是空无多有 我们很遗憾就是 当年用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们后来都很主观去解释解释到最后 空就是没有 那没有还要努力什么 那没有就是没有 为什么叫空呢 你看灵不是没有 灵它是个数字 怎么会没有呢 怎么会没有呢 对不对 曾经有 现在没有 叫灵 原来就没有 那现在也没有 那怎么叫灵呢 那根本就是没有 什么灵 很多人就是这些搞不清楚 所以弄得很乱 非常乱 我们 很多事情 都是要花时间 都是要比较深入的 去探讨 而不是说 听听好像你就会了 那是害自己的 你看我们一定要先归零 我们一定要先自己归零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很多西方的管理知识 我们也得到很多的管理理念 所以我们越能脑筋越砸 越乱 那如果我们都用先入为主的话 那这个人就是闹民族情绪 反正外国都不对 只有我们对 那就没有用 这种路子我们也走过了 有什么用 那你现在如果说 我们迟早要跟西方人一样 你去企图消灭中华民族 你弄到所有将来中国人 都变成美国人 那中华民族就不见了 那你的功劳在哪里 我不晓得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什么事情是怎么样 怎么样 那都是变的 因时而造道 道理是随机应变的 看情况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样就好了 我们先把自己放空 然后我们听进去以后 你要注意哦 合不合我们的文化 你合我们的文化 你用起来效果就很好 你不合我们的文化 用起来就是不行 比如说外国人讲权利义务 中国人是不讲权利义务 这基本上就是不相谋 不能谋合的 外国人见面先说 你给我多少钱 我做多少工作 中国人谁敢 对不对 中国人老板问你 你想多少钱 你只要一开价他就不要了 还没有工作就跟我开价钱 中国人说你搞得好 我会多给你钱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你跟我讲多少 你去找别人 不要找我 他不同的观念 其实我跟太多企业家讲 你看那家一进来 就跟我讲价钱的 我最讨厌 我是亏待人的人吗 我是没有良心的人吗 我眼睛不会开吗 他多做 我会不会多给吗 这在中国人 外国人不是先讲好 抓钱 我接受我来 我不接受我不干 对不对 美国人 连干部都可以跟老板讲 我要请假三天 干嘛 我要去那家应征 如果他娶我 我就不回来 如果他不娶我 我还回来 从人你敢讲这种话 我一百个不相信 对不对 老板就说 你出去好了 不要回来 你还回来干嘛 从人要去讨工作 敢说才怪 要跳槽都说 家里要我回去帮忙 你敢说 所以我也是 因为我跳槽到哪里去 像这些基本上 就是跟文化 格格不入的东西 你不调整 只有自己倒霉 我们不能十股不化 但是我们经常 望闻胜义 你看很多人 一听到中国世界 就是 又是那套乱七八糟的 他这种人 警觉性很差 你们觉得 乱七八糟 人家会讲几十年 那不是神经病 这种人就是 警觉性非常差 对不对 你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怎么能人家 讲得那么真的 整个人家 输出那么多 整个人家要去听 这不很奇怪吗 你只要有一丁点 警觉性 你就不会讲这种话了 这是很好的证明 我们都是望闻生意 先路为主 然后用自己的成见 去办断 最后都是走上偏倒 我们不应该站在西方的立场 来否定中国的观念 西方的文化 它是三个主軸 一个是宗教 一个法律 一个科学 这三个对我们来讲 都不是很重要 我问你中国要宗教吗 没有一种宗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 中国人只有信仰 他没有宗教 我们信仰什么 信仰老天爷 信仰祖先 其他都不信仰 信仰什么 对不对 那至于什么主义 那是因时而照道 看情况 到时候他会 他内容会调整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走 资本主义的路子 我是一百个不相信 我们不可能走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 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这思想家都知道 再走下去 走不通了嘛 你怎么走 问题一大堆出来的 我们 像西方那么重视法律吗 没有 西方的你怎么规定 我就怎么做 从文你怎么规定 那是你家的事 我做我的 对不对 你看每个人规定 一坐车子就要拉 你不拉他就不开 突然好拉 开 中文 谁敢说 把安全带拉起来 他想你算了解 要不要拉我自己会决定 还轮到你 要拉我拉一半 我随时放掉 然后看时间 这个时候你还拉 白天很多人看到拉拉 晚上还拉 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有很多东西 那是先天带来的 就是那种遗传的因子 所带来 今天科学也证明了 那遗传是很厉害的 有一大半事情是遗传在决定 后天的努力 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力量那么大 而他们的科学 是认为一切要有科学 所以你看他们的宗教 也越来越有科学 其实宗教一科学就完了 就完了 对不对 你怎么去证明神 有没有 你怎么去证明 很多人说 耶稣给我看 我就相信了 那耶稣心里好笑 我干嘛给你看 你算什么 我又要给你看 我不给你看 那你也没有办法 很多事情 其实没有办法 完全用科学来解释 可是西方人一定是 科学要解释才行 你看他们法律也相当科学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科学的民族 我们不是 我们是艺术的民族 我们讲究道德 西方人不太讲究道德 西方人道德 统统交给宗教去做 他学校没有这种品德教育 他没有 我们把科学也发展得相当的艺术 我们认为科学是要为人类所用 科学应该在生活上 给我们一些情趣 而不是呆板 现在科学是很呆板的 那人类完全生活没有情趣 有什么情趣 你看外国人的生活是没有情趣的 一回家就把电视机打开 然后养只狗 它出去就是那个样子 每天走的路 每天讲的话 都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的 有什么变化 你去看英国人 英国人拿鱼赏从来不打开 下雨让他淋 拿了鱼赏 很奇怪 我每次拿鱼拿鱼赏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每次看到下雨 英国人都不打开赏 我觉得很奇怪 当然以下的特别大 他会打开 一般的鱼他就让他淋 他不会打开 如果不能归零 我们要小心 你只要站在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人 一无四次都是乱七八糟 都是非常落伍 那就糟糕了 就是你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套智慧 隐藏在我们里面 变成潜意识 我们这次不想给各位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只想把它启发出来 让你自己大放光明 走自己的路 人是要走自己的路 走别人的路 你就是他的奴隶 他的跟班 他的奴才 德国的总理 科尔 他到大陆来访问 他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想不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这是出乎全世界人预料之外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智慧 我们这次是靠智慧 一翻 两翻 三翻 翻起来 第二个 他说可惜 你们都在学美国 我们今天什么都在学美国 老实讲 你二十世纪不学美国 你是很落伍的 但是二十一世纪还在学美国 是很凄惨的 因为二十一世纪 美国是一直往下走的 人家上去你要学 人家下来你还学在干嘛 第三句话更重要 他说 以你们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悠久的历史 你们总该走出自己的路来吧 我觉得这句话是 愚重心长 我们老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 那我们干什么东西 我们在干什么东西 何况我们有自己一套 不是没有 用智慧来使用我们的知识 有智慧的人 知识越多越好 他会用 没有智慧的人 知识越多越惨 因为他被知识绑住了 什么都不敢做 就叫做两脚疏疏 你看我们太多两脚疏疏 你看读书读很多人 整个脑筋就不敢用 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有很多知识的人 他最后变成不知道 你跟着糟糕一遍 糟糕不糟糕 我们现在要知道 要行到 最后要得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